希望知道一下 在2005年到2010年的走势 到底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多 特别说刚刚好像我 这个它的顺序没有排序 所以我把它排序 其实蓝也可以做排序 这边有排序跟筛选 把它重新排序一下 年度的话2005到2010 可以把它排序 我用这个 然后我希望就是说 帮我把这个结果做出什么 它的趋势图 所以旁边也许你可以把 挨蓝拉宽一点点 那趋势图就放在这边 所以我的这个地方 你可以当然不过这个 可能要注意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的版本太旧的话 可能就没有这个功能 在哪里插入里面 有个叫走势图 那我的习惯 如果说你 到底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 其实最最简单 因为跟时间有关系的 只要跟时间有关系的 我是建议用折线图 跟数量有关系的 可以用直条图 那因为我要比较的是 它的时间变化 所以用折线图 好像会比直条图 来的更恰当 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折线图第一个 你就游标放在 i5的这个除全格 然后折线图按一下 接下来他会问你说呢 你要给我的资料范围 是哪个范围 因为我要放在i5 所以请你把2005年的那个资料 到2010年的资料把它做选取 选取完之后呢 他就会帮你把那个 到底他的业绩是成长还是衰退 其实就很快可以把图画出来 按确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以这个图来看 应该够明显了吧 他应该是完全是成长状态 OK哦 那只是说呢 当然如果你要让这个折线图 能够更清晰的话 其实这边还有什么 高点 比如说最高点在哪里 你帮我把它点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他旁边有一些功能 你可以拿来用 包含就是说 里面的高点按一下 最高点 他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最高点 把它多一个节点出来 第一点 我的习惯是 标记也打勾一下 因为标记上面这边 有一个一点一点 表示说哪一年哪一年哪一年 他哪一年的话 中间会让你看得比较清楚 那 再来的话呢 这些 这边有很多的折线图 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 我喜欢 不过我习惯就是说 有那个节点就是用红色的 假设这一个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部分的话 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之后的话 一直到总记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图马上就应该一目咬蓝了 每个产品 他到底是涨是叠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从这边这个图应该很清楚 如果是DVD的话 在2010年 2005年到2010 是这样子往上的 那VCD 不过这个资料比较旧一点 应该是下滑的 所以他刚好是什么 往下滑的趋势 其他的话冰箱大概就是比较高一点点 然后慢慢就水平了 再来的话呢 其他还有像什么冷气机 应该是往上 一直在 往下滑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洗衣机 然后其他的话还有电视机等等的 所以从这个 它热水平好像也是往上的 所以从这种趋势图里面 你会发现马上可以画出 你需要看到的相关讯息 产品到底它是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越差 所以请各位可以试试看 不过这个功能 可能在2010以前的版本 我记得好像是没有 这是新的功能 这个当然就比较麻烦一些些了 所以请各位还是 如果可以就试一下 这个有关那个趋势的成长 还是衰退 待会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业绩达成率 那所谓的业绩达成率就是说 假设我给一个业绩目标 那它最后的那个业绩是多少 那到底是有达成还是没有达成 不过这里的话呢 可能会需要什么 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是要 那个2005到2011年全部的资料 而是我要什么 2010年上半年度 所以上半年度的话 其实指的是 就是2010的1月1号到2010的6月30 这个区间的资料 所以呢 你可能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先把你要的资料范围先塞出来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是要全部的资料 所以刚刚那个 Asses 里面来的是全部资料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只是捞 我要的那个部分资料的话 那要怎么刚好捞到那个部分资料 那至少方法会有三种方法 待会会讲 也许第一个的话 你可以从什么 从资料里面 我们可以利用在资料里面 会有一个功能 叫做Microsoft Query 这个资料来源 这个Query就是Query顾名思雅查询 也就是你可以利用 假设你针对的是Asses的资料库 只要抓那部分的资料的话 那我就是用Microsoft的Query OK 那第二个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用什么 假如说资料已经汇到 那个Excel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Excel里面的筛选功能 那筛选功能 它可以帮你筛出那个2010到6月30的资料 另外第三个 你可以用枢纽分析表 所以枢纽分析表也可以只取你要的部分 所以有三种方法 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如果你有这个功能的话 可以先玩玩 如果没有 大家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替代方案 这个 是不是说假设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是不是真的要用枢纽分析 假设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 枢纽分析图 枢纽分析图的那个什么 折线图 也可以插入一个折线图 来代替一下 也可以产生类似像 刚刚看到这样的效果 有高低的那个作用 稍微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 做出我们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 要的这个所谓的达成率 销售金额达成率 达成率的话 第一个当然要 只筛选 2010的那个上半年度的资料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